接下来 第三个排斑排到他断气 他本来可能是坐着或躺着 慢慢慢慢这时候就扶着他 用慈悲心照顾他 让他躺下来 像吉祥卧或者直躺的 舒服的姿势都可以 吉祥卧也可以 接下来躺下来以后 就开始要盖陀罗尼筋背 陀罗尼筋背从脚开始盖 大家知道陀罗尼筋背吗 盖 然后呢 注念的时候先盖到这里 先盖到脖子 等他断气以后 才把头给盖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断气以后 四大开始在运作 有时候他会流出鼻血或呕吐 那这样子你没有盖起来 有时候会吓到小孩子跟家人 因为那四大 好像呢 在平衡 有时候会有一些液体 会流出来 那等他断气以后 你就把他头盖上去 然后因为陀罗尼筋背的功德 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呢 是非常流行 我就不用重复 这是所有诸佛的咒语 接下来断气的时候 请要注明死亡的时间 以便开死亡证明 然后从断气开始 注念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传统上呢 是讲八个小时 但我现在觉得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注念团 都休十二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有经验 注念八个小时以后 他还不走 为什么 他的执着很深 叶很重 那刚开始断气的时候 是断呼吸 可是并不代表死 因为在西方认为 呼吸断完了就死了 脑坡停止就死 还没 佛教还认为 他有灵魂 我们讲神事 为什么 他有体温 这时候身心就会分离 然后神事呢 就开始离开 这体温完全冷透 才叫死亡 所以先地水火风 风先断 再来是火 再来呢 是呢 是什么 水 地 皮会裂开 然后呢 再来是水 就会流出液体 或浓血 那有些事呢 先流出液体 才皮肉裂开 都没有关系 好 这个时候 才叫死亡 所以建议注念 最好能够念十二个小时 这是一种这样 接下来 阿弥陀佛怎么接你 第一 阿弥陀佛接你的时候 很舒服 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非常欢喜 完全没有恐惧不安 就像脱冬天的衣服一样 一刹那之间 极乐世界就现前 这时候阿弥陀佛会放光 善哉善哉 善男子善女人 以你今生的功德力 欢迎你来极乐世界 他就像一个爸爸一样 叫你的名字 接下来 他会呢 拿莲花来接你 因为佛的愿力 这时候你就好像感觉啊 你看到佛很欢喜嘛 你又好像脱衣服一样 一刹那之间 你动个念头 就感觉你好像 踩到莲花里 一刹那之间 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就恭喜你 从整个角途来说 整个过程当中 你都是正念分明的 注意听这一段 就是你是活着的时候 看着阿弥陀佛来接你的 你不是说死掉一下 然后阿弥陀佛再把你拉回来 没有 他没有昏迷过 是正念分明 平常信念不乱 当佛光照你的时候 就一心不乱 然后你就往生极乐净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很多古来的大德 很多净土中的祖师 告诉你 净土中真的是不死的法门 从你现在活着 这一生 假如你八十岁 往生极乐世界 你八十岁以后 还继续活着 往生极乐净土啊 所以真正叫做无量寿 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所以净土法门 是真的很殊胜的 接下来 假如你万一没有预知实质 佛来接应你的话 那人家帮你注念呢 那很好 但是你不会堕入地狱 恶鬼畜生 这时候你就会进入中阴身 进入中阴身的时候 就很复杂 你过去一生 所有的东西 就像看电视的录影带一样 好的跟不好的 通通都出现了 先有恐怖的 也有难过的 可怕的 就像地藏经讲 你也看到 幽冥界众生来接你了 当然在这里 我没有时间介绍中阴身 在中阴身里面 还要介绍文武百尊 有宁静尊 有愤怒尊 那些都是你心的显现 所以从这里 可以简单做个结论 只有净土法门 跟修白教大手印 跟红教大圆满 你成就的人啊 他是没有死的 他真正很清楚的 就在定中就走了 所以去极乐世界 你是真正清清楚楚就走了 所以叫做无量寿 所以叫不死的法门 那如果这个时候 假如你在灵命中时 不管本身或注念的人 看到任何的环境 都不要怕 为什么呢 大声念佛 因为你要相信 佛的力量 一定大过于你的列力 佛的力量 也大过于魔 佛的力量 也大过冤金寨主 所以地藏经说 如果灵命中时 看到一些 过去的冤金寨主 来接你 像过去的爸爸妈妈 或阿公阿嬷 那的确是冤金寨主 来接你的 你不用管 你就专心念阿弥陀佛 你一念阿弥陀佛 佛力加持放光 他就走了 他也会得到利益 他也不会伤害你就走 所以可见 自己一定要发愿 一定要去信愿行 一定要有 发愿要去极乐净土 所以平常要有 坚固的信愿行很重要 灵命中时 见到佛是真的 不要怀疑 不要说灵命中 我见到佛 你是真的吗 假的吗 你看得跟我平常 拜的那尊不太一样 不要这样想 佛一定是献你 跟你平常拜的那尊一样 为什么呢 佛是无有形象 佛是因众生心 献所之量 就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 所以灵命中 见佛的时候 那个佛一定是真的 原因阿弥陀佛有 第二十愿 灵中皆隐愿 好 再给我两分钟 对于不是佛教徒的 灵友 我们怎么帮他呢 看这里 在于不是佛教徒的灵友 要做三桩事 第一 在写遗嘱跟满他的心愿当中 因为你可以跟他讲话 你要做三桩事 第一 回忆他说 你这一辈子心很好 人缘很好 你也做了很多善事 这一辈子你应该觉得很欢喜 这个是出自于阿含经 佛教弟子 要回忆善心跟善行 你要鼓励他 说虽然生命到了 可是你想想你这辈子 是做了很多善事 而且你的心很好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时候 他就会想到好的记忆 他就不会跟恶念相应 第二个 要告诉他 你这个身体是假的 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 举例子 就像你开车一样 你现在的车子呢 已经爆胎了 要换一部车 那司机呢 就是你的念头 就是你的灵魂 所以你要勇敢地往前走 不要怕 第三个 就要问 你灵命中的这个朋友 或你关怀的人 请问你还有什么愿望 我们今生可以帮助你 有时候他会说 我放不下我的小孩 我的孙子 那你说 我们可以找人帮助你 但是要注意 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你回答要很谨慎 比如说有些人 他是单亲 单亲家庭 他往生了 他只有一个儿子女儿 还年轻 很小 他是说 我真的很担心 没有人照顾他 假如你是他的姑姑 或是舅舅 或叔叔 你答应他的话 你这辈子就真的要把他当自己的 真正的亲生的孩子 去照顾他 教育他 这样子的话 他就了这个心愿 他就会往前走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睡觉前 做一个功课吧 不要做好了 明天做 写自己的遗嘱 真的 这要学习的 在我们台湾 很多净土中的道场 都要教人家写 如理如法 而且法律可以接受的遗嘱 在新加坡 我也会建议你 你可以要 具有法律受训 而且是虔诚的佛弟子 为你写 外来教你怎么写 新加坡可以接受的遗嘱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与价值的 好 今天要教十方佛观 请专心听 昨天教阿弥陀佛 这个一尊佛像 现在要教你 观阿弥陀佛一尊 变成很多很多尊 好 请看 换灯片 一般阿弥陀佛 一个人的因缘不同 你看你选一张 你生欢喜心的 这一张呢 是台湾江义子老居士所画的 他也画的古画 非常的庄严 早期在台湾 算是非常的弘扬 接下来是道正法师的阿弥陀佛 我们也与会大众跟大家 结缘了 你也可以观想你这个最长的 大乘净土中 很多地方都流行的这张阿弥陀佛 也可以 也可以观想 我这次讲座跟大家 结缘呢 金黄色的阿弥陀佛 好 观想的方法 注意听 第一 先由心升起 有一尊阿弥陀佛 接下来 一尊阿弥陀佛向右旋转 变成一圈 无量无边 接下来 它由中间往外扩大 你可以观想越大越多越更好 比如说你不能观想 你起码观想讲堂 我在新加坡 假如你能够观想整个地球 或恒河沙树都无量无边的画佛 那更好 那表示你心量越大的画 功德力越大 接下来 这个大乘佛观里面呢 有些观的是过去七佛 这一张呢 是从古印度传到西藏早期的佛像 那这尊中间的是释迦摩尼佛 下面有八尊 最后一尊是释迦摩尼佛 那右手边第一尊到七尊 是代表过去七佛 那在这释迦摩尼佛的右手边 白色的代表弥勒菩萨 慈心三昧 左边黄色站的拿莲花的 代表观世音菩萨 代表悲心三昧 所以可见早期的佛像 它是供释迦摩尼佛 右边弥勒 左边观音 跟我们现在供的是不一样的 那释迦摩尼佛的背后呢 有八大菩萨眷属围绕 接下来事实上佛 释迦摩尼佛可以放无量无边的诸佛 释迦摩尼佛本身也是光中化佛 无数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西藏的探卡 西藏的探卡是非常重视绘画 也按照经文而来画的 所以有些当中 我们可以从西藏的探卡 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有声闻众弟子 有菩萨众弟子 他事实上 他也是光中化佛 今天要大家观的是这一张 定中见十方佛 这是我常常讲座里 常常用的这一张 这张是非常有道理 事实上它是三十五佛 我们拜八十八佛 参回文理的三十五佛 而它是中间一尊 然后上下左右变五尊 向右绕一圈 然后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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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十五佛 你可以依此观想 这个圈数一直扩大 一直扩大到无量无边 这是我们今天要修的 定中见十方佛的观想 待会就直接观这一张 把心静下来 然后看着这张佛像念佛 这是今天要说的 那在佛像呢 这个定中见佛 你要结束的时候 你要观想 跟昨天一样 所有的佛像是化为空性的 懂吧你 然后呢 它形象是化为空性的 但是它一样放光加持你 最后你自己也变成自信弥陀 注意你自己除了自己是阿弥陀佛之外 你旁边也有无量无边的光中化佛 这是由你的自信弥陀显现的 这张是跟昨天不一样的地方 接下来所有的佛呢 也融成自身 就变成你一尊 你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你 这个是在大乘礼 观无量寿佛经讲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很重要的观想 注意听 在观的时候 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的的确确可以 想自己是阿弥陀佛 但观想结束了以后呢 人家打电话问你 你是谁啊 你不要告诉人家 我是阿弥陀佛 还没那么快 这个讲观想 最重要是转你的念头 所以在禅观当中 你可以观自己 就是阿弥陀佛 不要怀疑 他有经论根据 但为什么说 我们现在不是佛呢 因为你还没有断尽烦恼 你还没有佛的神通 悲心广大的功德智慧 所以我们还没有证到 这个佛究竟圆满 八项成道的这个境界 可是又有一天 你常常这样观想 常常观想 这样的话 你往生的品位会增高的 而且你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因为你了悟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阿弥陀佛跟西方三生 为你一讲经的时候 你立刻就会开悟的 所以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力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十方佛观 好 那现在请背挺直 身体坐好 拉玛拉西内 身体请坐正 背挺直 身体放松 好 现在就观想 前面有十方佛 先不要拿念珠 观想两分钟 所谓观想 你就可以看佛像 然后不看以后 这叫内观 在内心里想 这十方佛观 不要闭眼睛 因为闭眼睛容易昏沉 跟产生幻境 你就观十方佛观 一圈一圈一圈的无量无边的诸佛 就在你面前 非常的慈悲跟微笑着 在大乘的观佛三昧海经里面 佛曾经说 若有人意念一尊佛 七尊佛或过去七佛 或是贤结千佛或十方诸佛 他一样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可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练习 请看讲义七十二页 我们两次的讲座 基本上我已经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非常的详尽 而且很用心的全部介绍完毕 到昨天我也把三倍九瓶往生的因跟果 也配合光无量寿佛经讲重点了 我们剩下只有三天 所以我想因为好的缘起 最后一天我会带大家念 点灯祈愿文 全部在场的莲友 将近四五百位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盏灯 大会免费供养 我们点完灯以后 我还会讲一些寄送 然后才回向 所以算一算时间 我只有两天的时间 可以还要回答一堆的问题 那今天我要讲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看经文 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这句话是出自于 阿弥陀经 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 这句经文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净土宗修行关键 所以今天请你也要用心听 没来的人只好听DVD了 那请看 这里面虽然我写是2006年 4月16号 事实上是我学生整理 真正我讲的是2002年 到2003年 也就在2003年初的时候 在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 讲入菩萨行论 花了一整整的一年 讲了MP3 所以讲的时候是2003年初 真正把它作为文字稿 是2006 今天请看幻灯片 厚厚剩余一层前 所以我又增加了一些东西 第一个 为什么法门的互动 为什么我要介绍 入菩萨行论的 安人品与念佛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前面会介绍 三个主要的重点 是讲义没有的 我也鼓励过 各位要好好的预习三遍 所以我相信各位 文字上已经看了 待会重点我会讲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念 但是我会讲修行的重点 请专心听 第一个 这个世界叫做 堪忍世界 堪忍 娑婆世界 叫堪忍世界 我们住在这个五着二世 叫堪忍 堪忍的话 现在话来说 好的跟坏的 你也都得忍 所以娑婆这个世界的众生 其实是很苦 因为多生多结的业与烦恼现前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 很多的逆境 所以释迦摩尼佛 是在堪忍世界而成佛的 所以为什么我要选 念佛跟安人品 注意安人品是要把心 安住在法上 如如不动 这个还叫做忍入波罗蜜 这是他比较深的意思 第二个 释迦摩尼佛与弥勒菩萨 也叫做当来下身弥勒佛 在贤结千佛里面呢 它是第四尊佛跟第四五度有尊佛 当然我们都非常赞叹 因为现在的弥勒菩萨 它的功德也非常的圆满 犹如十四的皎洁的月亮 现在就在兜出来内院 无量无边的广度众生 可是在我们释迦摩尼佛讲的 这个大乘经论 像在大制度论里面呢 他就提到 释迦摩尼佛在弥勒菩萨过去 在空王佛的时候 就是同门的师兄弟 这两位呢 是同门的师兄弟 老实说 就福报来说 弥勒菩萨福报比较大 他脸胖胖的 他到处呢 去跟人家结善缘 他到处发经 叫别人念 念完回向给他 所以他很聪明 法华经里面就有讲 文殊菩萨就说 过去节你就修过 妙法莲华经的 所以弥勒菩萨 他极确慈心三昧 他多生多结 慈悲的功德力 让他福德很具足 所以因为福德很具足 在修行上呢 跟释迦摩尼佛比 有时候他比较懒惰一点 比较懈怠一点 这是他过去生的故事 我没有不恭敬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现在已经成佛 我们呢 连成佛的排行榜 都还没有八字一撇 但是在过去的阴地里面 释迦摩尼佛 他生生世世忍入真上 所以金刚经里面说 他修五百世的忍入仙人 各位听好 五百世 各位你都念金刚经 你忍了几世 我们嘴巴念金刚经 可是呢 我们并没有把金刚经的经文 真正消化在我们的内心里 所以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修忍入真上 所以他功德力大 第二个释迦摩尼佛福报 比较没有弥勒菩萨好 但是他的心非常的勇猛精进 如说修行供养 所以因为这样 释迦摩尼佛本来是弥勒菩萨 应该先成佛 但因为释迦摩尼佛 生生都是修忍入仙人 忍入真上 甚至他昼夜精进波罗蜜 所以一念顿超 越无量阿僧其节 甚至在大制度人里面讲他修观佛三昧 见到定光辱佛 然后呢 很专注的呢 看佛而想佛 便经济独立 然后他念了一首 大家最有名的祭颂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他就用这首祭颂来赞叹定光辱佛 所以他一念顿超九十节 所以他先成佛 所以可见心的力量很大 心才是真正你修持的功德力的关键 所以我会讲 为什么要讲安人品跟念佛 第三个 我们既然在这个说佛世间 常常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所以我们要善用一切人事物的境界 来修持大乘的力士练心 大乘佛法跟南传佛教是有不同的 因为它的心量 怨心 境界是广大无边的 当然南传佛教也很重要 因为它是佛的正法 所以假如你有参访南传的这个四念处 禅法很好 学清静道论也很好 但是你若多读一些大乘的经论 像华言 法华 唯摩节或般若经 或是禁佛国土的经典 你就会知道大乘里真正的修持 是在境界当中磨自己的心 这个叫力士练心 这是我要解释补充 为什么我要选这一品 然后做这一次的讲座 第二个 所以你看幻灯片 过去的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它多声多结忍入真上 所以它的相貌非常的庄严 对不对 这一尊呢 我是one of my favorite 就是我其中最喜欢的 这是我亲自拜 菩提加也正塔儿拍到的 接下来你看弥勒菩萨 对不对 它功德非常的圆满 所以它也是多声多结 慈心三昧圆满 所以这些佛 不但是过去佛 现在佛跟未来佛 都值得我们顶礼赞叹 但是从它的阴地理故事 给我们启示说 忍入跟精进波罗蜜 是很重要的 因为释迦摩尼佛 就是因此 这六度里面 它都圆满 但以这两度 它特别的精进 所以它先成佛 接下来 我要讲一下 我一生从来没讲过的故事 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要不要讲 我念了很久很久的佛号 老师说 修行是不应该当众 讲自己的修行经验 因为修行的人要谦卑 其实这个世界 有横河杀树的众生 都在修行 有有行的跟无行的 都有无量无边的 大乘菩萨都在修行 可是呢 我想了一下 我也念了阿弥陀佛 我也拜了阿弥陀佛 最后呢 我决定讲了 专心听 这是二十几年来 我从来没有公开讲 我修行 为什么喜欢 极乐净土的 第一个主要原因 要听吗 确定啊 要不要录影切掉啊 要吗 要切掉吗 不要啊 好 那你就专心听 因为呢 我已经确定要讲了 所以我想 我应该跟阿弥陀佛 打过商量了 第一个就是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一位在家居士 所以我今年出家二十一年 在二十三年以前 我当在家居士的时候 我除了教书之外 我还要去当兵 在台湾呢 当兵的时候呢 人家跑步打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我站岗的时候呢 我的心很宁静 虽然流汗 但是我不会累 为什么 我就把它当当修行 我就把军营啊 当成我的道场 所以当时呢 我已经听经了 听华元经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我也听到了 《无量寿经》 所以我也很认真地 读了这本书 在你的参考书目 第六本里面 有一个叫 《茅蒂园居士》 写的《念佛法药》 当时读的不是修建本 因为最近呢 我列的书目里面 是教定本 2002年的 是佛陀教育基金会 而应勤的 这本书非常好 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全部写email 去跟他要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会鼓励建议他们 应 当时我就对念佛 有很大很大的 觉醒跟醒悟 然后那 有一天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当兵的时候呢 除了呢 要做训练之外 我一三五七 念一部地藏经 二四六 我念一部金刚经 我刚学佛的时候 是念普门禀跟大悲咒 可是那时候我学过 我就呢 在当兵的时候 我很想出家 我真的很想出家 我觉得轮回很苦 甚至军队就像战场一样 人心是非常险恶的 所以我就求阿弥陀佛 求观世音菩萨 也求地藏菩萨出家 尤其特别求观音跟地藏 我知道这两位大菩萨呢 是娑婆世界 非常大慈大悲的 这个大菩萨 所以我也念地藏经 然后呢 我在读到这部书里面 念佛法要说 要用境界来考验自己 详细的呢 我会明天或后天才讲 我今天讲我的一个其中经验 他说在念佛的时候 遇到逆境要懂得念佛 顺境也要念佛 其中遇到一个黑暗恐惧的时候 你也要能够念佛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理念呢 磨练我自己 有很多特殊的体会 有一天我念完经了 我就到那个楼顶上 楼顶上呢 就是我们军队里面 四层楼或五层楼 最上面都会挂军人的衣服 对不对 晒衣场嘛 然后我就上去 结果那天晚上 然后因为呢 风就一吹 咻 那摇来摇去呢 我就觉得像鬼一样 哎呀我就毛骨悚然 但那时候我想到了这一段 我说很好啊 这时候我怕 我就用这个黑暗当中 来念佛啊 然后我就很专心的 当时我是念 五会念佛的音调 台湾元光佛学院念的 我就很专心的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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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在屋顶上念佛 我就大声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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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念了 我就忘记了晚上 因为刚才那个衣服 不是一吹吗 就像鬼一样 对不对 可是我念完了 我很专心 很虔诚地念的时候 我忘记了晚上 也忘记了鬼 也恐惧 然后呢 一刹那之间 在很短的三五秒钟当中 我进入了一个平等的视线 整个净虚空遍法界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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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非常非常的欢喜 很短 大概三秒钟到五秒钟 我非常的宁静 就像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 没有任何的念头 就是一句万德鸿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佛号 那时候我动了一个念头 我在哪里啊 当我动一个 我在哪里的时候啊 我就流眼泪了 为什么呢 我又想到了 这是晚上 我又听到了风声 咻 我又想到了鬼 那个衣服呢 你看 你就要鸡皮疙瘩起来 可是在那一刹那当中啊 我真正流了眼泪 我真正感动到 阿弥陀佛加持 佛法讲的 无我是真的 真的没有一个我 你心真正进入一个 平等的世界的时候 没有能锁的 然后呢 整个虚空法界呢 就只有一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连我的身体的感觉都没有 后来我念了一段时间的以后 突然我动了一个念头 我问我 我在哪里的时候 就出现 哦 我在屋顶上 现在是晚上 然后呢 风一吹 咻 那个鬼又起来了 所以 可见呢 我欢喜的流脸泪 我相信佛陀讲的 无我是真的 只是我们凡夫 无量节的烦恼呢 你啊 盖住你的烦恼 所以你体会不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对净土法门呢 就有强烈的信心 因此 看幻灯片 第三 我从此以后就深入精障 勇猛精进修持 因此我个人 勉力我自己 我念了无量寿经 三千遍 我念了三百万声阿弥陀佛 我一口气一直念 一直念 念完了以后 我还念了三千部 普贤行愿品 然后呢 我现在念到现在 各位 我也没有 I'm busy but I'm not a lazy person 我现在已经念满 五千多遍了 我到现在还在念 你不要看我讲经红法 全世界很忙 我每天都念 为什么 因为我的愿望 是真的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 我公开讲这个例子 并不是炫耀告诉你 我修得很好 只是告诉你 我过去修过净土法门 蒙阿弥陀佛的家时 那时候我是在家居士 我并没有出家 可是我听到 我的家师讲经 所以我很认真的念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呢 三千遍 我几乎无量寿经的经文 全部都会背的 我一天可以念五六遍的 甚至呢 动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就念 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经 神经平等绘经 法会圣经 送第一 然后你的脑筋就像录影带一样 他心里就在背经文 我在刷牙的时候 我脑筋还在背经文的 所以各位真正要相信 中国历代高僧 从古至今 很多高僧修持 是真正可以努力得到的 但是你必须要深入精障 你要对法兼顾不动摇 所以后来我出了家 也弘扬净土 也在佛学院学弘扬净土 后来呢 我也学南传佛教 阿含经 清静道论 乃至我也接触 金刚称的佛教 我到现在还是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我的愿望今生是求生极乐净土的 因为我跟阿弥陀佛 跟西方三圣的缘 是多生多节的 我自己知道 所以讲这里是要让你知道 净土中绝对是真实的 不然从古至今 不会有这么多人要念阿弥陀佛 或无量寿经 从古至今有这么多人 往生极乐世界 那要你相信 信愿型 要兼顾不动很难 所以你说 假如我现在断继的话 我自己是去哪里 我知道吗 我绝对知道 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从深入精脏 跟精进修持而来的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方法 接下来 现在出家了21年 我体会就更深的 体会到什么呢 内心与外境的互动与影响 请看 我先打开来 我知道有些人要抄 没有关系 你可以抄关键字 专心听 看 我们的内心与外境 对不起 又把一朵花借一下 比如说你看 粉红色的玫瑰花 有人会觉得很漂亮 有人会觉得不漂亮 为什么 同样一朵花 你的心与外境 是相互互动的 你喜欢跟不喜欢 是由你的心去判断的 但是注意听 凡夫迷的呢 就是迷惑是在外境里 去分别这个花 好啊 不好啊 喜欢不喜欢 可是真正学佛法的人 注意听 外境是假的 你要反过来 调伏你的心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今天心情很不好 早上去上班 老板问你 How are you? Nothing special 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不对 倒给你咖啡 你也不高兴 平常你最喜欢喝咖啡的 你还嫌呢 今天人家没有加糖 也就是说 当你心不高兴的时候 什么事情你都不高兴 但假如呢 你今天晚上睡得很饱 心情很愉快 结果早上起来很愉快 就上了班以后 人家跟你借钱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ok 没问题 人家跟你借钱 你平常是铁公鸡 一毛不拔的 今天呢 什么都借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欢喜 可是问题有一个东西 我们喜欢跟不喜欢 常常是随着情绪 业力 烦恼而走的 所以 佛告诉你 不要去转外境 而要转自己的心 所以南传 北传 藏传 讲到修行的关键 可以用两个字多的代表 转你的念头 The mind of transformation 当然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好 那现在注意听 一般的人都是批评外境 这个我喜欢啊 这个不喜欢啊 这个好啊 这个不好啊 你永远都认为 你自己看对 其实哪有绝对的好跟不好呢 现在注意听 修阿弥陀佛法门的就是 碰到若有的外境啊 转过来问你 你念得起佛好吗 所以看这里 下面讲 一切的音声 都是阿弥陀佛 万得鸿鸣的显现 就像我刚才的例子 我很有善根的蒙 佛菩萨加持 二十三年前我就可以念到 静虚空遍法界 都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啊 所以本身空心 声音是空性的 可是我们常常会 受外在的声音去影响 比如说人家骂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很生气 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得意忘形 走路呢 脚就扭到了 所以可见我们的心 很在乎外面的声音 好不好 赞美 毁棒 人家讲我们的好话 我们就很高兴 其实我们也很执着 人家讲我们不好的音的话 我们也很在意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 就比方说人家骂你 你这个人真是猪八戒 对 他造了恶口叶 可是你也很生气 事实上那个猪八戒的声音 就像影庆一样 叮的一声就没有了 叮的一声 对不对 声音像这样子嘛 叮一声就没有了 可是你却把对方的声音呢 猪八戒这三个字 永远就刻在心里 我是猪八戒 所以你就非常生气 事实上声音已经不见了 那现在有个最大的修行重点 注意 不要去管外境真的跟假的 外境讲得多少 都是空性的 现在转过来 你要训练你的心 所以我昨天还前天 不是比喻吗 你在MRT的时候 对不对 人家呢 下了班 呱啦呱啦讲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生气 哎呀 我已经上班很累了 对 我还要想念佛 我还要诵经 怎么这么吵啊 错 你那时候生了我职跟称心 你应该想太好了 现在就这么吵的MRT 看我能不能坐在这里啊 念阿弥陀佛 换句话说 你把吵闹的声音的环境 转变为你修行的好朋友 这个是我要讲的关键 听懂吗 我再讲一遍 要把很多 不管好跟不好 都帮着来转我们修行的 这个好朋友 这样子的话 慢慢慢慢训练呢 你念佛的时候 外面的声音是很清楚 但它不会干扰你 他唧哩呱啦唧哩呱啦讲 也没有关系 那个人呢 在讲是非也没有关系 可是呢 你的心不会受他影响 那我就要恭喜你 你在这个声音当中 你的心做得了主 所以要训练 一切的声音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比方说 我们现在静坐的时候 你听到冷气的声音 假如你生起烦恼的话 你就会生起恶念 好吵啊 这个护发干部在干什么呢 怎么不换一台新的冷气啦 静音的不是更好吗 这么多人啦 对不对 还不加多几台冷气 你看 你的念头都是恶念 compliant 但是假如你会羞耻的话 很好啊 我就听着声音啊 念佛啊 慢慢慢慢你声音 就不会受影响 甚至你会觉得 这个声音是很安详啊 前几天我不是也说过吗 以前我在基金会的时候 奖金的神价晚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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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就用那个声音念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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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了一个小时佛啊 可见 你先不要去排斥声音 排斥声音 是你的我直跟我见生起 所以你就有喜欢不喜欢 高兴不高兴 接受跟不接受 你有期待 你就永远会有失望 所以中观告诉你 心不要在两边 不要有 without too extreme follow the middle way 不要在两边 我们说呢 很高兴 高兴过了头啊 就会不高兴的 你要训练你的心 不要高兴 也不要不高兴 那你的心才会 真正的宁静下来 你的心就不会受声音干扰 反而会用声音 来转化为你修行的朋友 这是很重要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的话 哪个地方都可以修行 小朋友叫也没关系啊 扁草也没关系啊 美妙的音乐 你也没有关系啊 你甚至跟朋友呢 去外面呢 他放rock music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念佛的啊 为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的 能够念佛的人 假如外面的声音 一变了 你的佛号就不见了 那表示你念佛的功夫 也未免太差了吧 是不是呢 第二个 看观灯片 一切的人 事物 都把它观想为 廉池海会的眷属 也就是看一切人 都是佛与菩萨 这个很重要 在最后一页 我会讲 阴光大师讲 是我只有 我是凡夫 看一切人 都是佛菩萨 你这样修的话 一定往生极乐净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啊 都是我质很重 有什么 看我最好 你看 我最精进的 我最庄严的 我最有善根的 那个人啊 很没有规矩 这个人啊 很不懂得 没有善根 那个人很懈怠 那个人很喜欢 讲八卦 那个人啊 很不精进 你看 你看三千大千世界的 没有一个是顺眼 其实谁不会顺眼呢 你 对你自己最不顺眼 你还认为 你自己修得很好 所以 有一种修行人 修修修到最后 最后很孤僻呀 最后就远离人群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多年前有一位学生 现在的学生 他因缘不成熟 到别的地方去学佛法 他很喜欢念大卑咒 他动不动就跟我说 师傅 我一念大卑咒 我就感应到很多的磁场 跟能量 我走在路上 我都觉得 这地方都不干净 然后呢 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 是干净的 他甚至坐在捷运 他旁边的人 气都是不好了 我说你念大卑咒 是有问题的 他愣了一下 师傅 为什么有问题 我说念大卑咒 身体大卑心的话 是应该会救度一切众生 你怎么大卑咒念了以后 你会闲这个众生 这个气很臭 那个磁场不对 那个能量不好 可见你的分别心 是越来越强 真正念大卑心 是看一切众生 都是清静而平等的 他被骂了一顿 他不高兴了 以后就不跟我学佛法 也好啊 这个人呢 他很固执 他还认为自己 修得很好 他说我动不动就见到观世音菩萨 我说那个幻境 因为你的心不是跟界定会相应的 修到最后呢 他走在路上呢 还这样摇过来 摇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就有鬼过来了 那个有幽命界众生 我要闪过去了 我说修行怎么会修成这个样子啊 那谁敢念大卑神咒呢 是不是 所以 了解佛法道理真的很重要 否则你认为自己还修得很好 其实你的我执跟我见识越来越强 看三千大千世界呢 都是不清静的 其实是啊 你的心不清静 可是修净土人是看 越看三千大千世界啊 都变成清静的 这个很重要 修净土 所以你要观开始 观什么呢 观所有的同参道友 都是将来极乐世界 莲池海会佛菩萨的眷属 你看到这个人 他也有佛性 你会对他更礼敬 哎呀 这个人很精进耶 哎呀 这个人很发心耶 我都没有他这么发心 哎呀 这个人比我还用功耶 我很懈怠 我很惭愧 哎呀 这个人真的很有 慈悲心啊 主动帮助人 我呢 自私心就比较重 你慢慢会看到 很多很多很多的 众生的优点 而不会呢 执着他的缺点 注意听 我没有说看不到缺点 你还是看得到 但是你不会去执着 所以你看 所有的人 越来越多的优点 只有自己 越来越惭愧 我告诉你 恭喜你了 入佛的心地法门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要看一切人 都是佛菩萨 好 我举一个故事 大家都听过的 记不记得苏东坡 跟佛印禅师的对话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老菩萨不知道 我长话短说快一点 苏东坡是唐朝 这个文采非常好的 他呢 有很多出家众的道友 有名的就是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他有一天呢 就问苏东坡说 苏居士啊 请问呢 你最近修行得如何啊 他说我最近修得越来越好了 那佛印禅师呢 就问他 那请问呢 你看我像什么呢 那苏东坡因为傲慢心生起 他故意要贬低 佛印禅师说 师父啊 我看你啊 做禅作的时候 像一堆牛粪啊 那佛印禅师听了一声 微笑 他没有生气 那他就问 苏东坡就问他 那师父请问你 你看我像什么呢 我们很熟啊 他说我每次看到你啊 你就像一尊佛啊 他就非常高兴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呢 他就跟他的妹妹 叫苏小妹说 你知道吗 我今天跟佛印禅师对话 我赢了 那苏小妹也是 他的妹妹也是很有善根 他就问他 哥哥的故事 了解以后说 哥哥你笨死了 人家是佛眼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请问你是什么眼观众生 看着一堆牛粪啊 其实你是牛粪眼看众生 所以众生都是牛粪啊 哥哥你笨死了 你输了 这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哦 气的同时又很懊悔 他就觉得 我今天又被佛印禅师呢 给调戏了 或是呢 欺负了 他就非常的生气呢 就呢 在桌子呢 拍了一个桌子 然后呢 放了一身屁 然后呢 就跑了呢 赶快跑到寺庙 结果到寺庙的时候 他要见佛印禅师 那旁边的法师跟他说 师父不再出去了 他就看到对联呢 写了一句话 叫说 八风吹不动 一屁打过江 这时候 苏东坡就知道 真正自己修身很差 他们常常都认为 自己八风都不动嘛 可没想到呢 这个人家击他一下呢 他一屁就打过江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你 注意听 当你看别人都不顺眼的时候 注意 不是别人不好 是你的心不好 当你看别人都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 今天最不舒服 你要绝照 所以 印光大师说 看别人只看好样子 请看八十页 好不好 请翻开八十页 讲义第四行 page 80 所以 所以印光大师说 只要看别人 要看好样子 不要看坏样子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只有我自己是凡夫 其实印光大师就是 真实证入到 一切皆是 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因为我们凡夫 老是责备别人 要求别人很多 其实他不知道 真正应该从内心里 要求自己 所以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 越用功的时候 你会看一切的众生 都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清静 好的你也接受 不好的你也可以接受 好的你也不执着 坏的也不执着 这个你才叫真正念到了 念功夫 念效果 念出效果来了 再看宽灯片 接下来 第三个要关 一切的境界与环境 当下就是 清静的极乐净土 这是真的 我们说过 阿弥陀佛彼佛光明无量 造十方国 阿弥陀佛也造 娑婆世界 也造新加坡 也造 宽祭堂念佛社 也造你头顶 我想我文章里面有提过 可是问题是 你呢 没有办法证悟这个境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永远在分好坏 自己跟别人 好与坏 男与女 好与不好 所以你永远念头都在相对当中 现在念佛就是要你转你的念头 念佛叫无量节嘛 念佛的念头 既不是善念 也不是恶念 是佛的念 所以你常常念佛 也常常想佛 你走路的时候就要观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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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踩在七宝灵花池里面 你在静坐的时候你就观想 我坐的椅子就是大宝灵花 对不对 在出去的时候 看到河流的时候 你就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宫得水 在新加坡公园 散步的时候你就观想 这些树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微风吹动七宝杭树啊 转念头就是这样修的 转念头不是说死掉了往生极乐净土才修啊 现在就得转念头 所以你要观想 当下就是清净的极乐佛国土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观一切的声音 都是阿弥陀佛万得鸿鸣的显现 观一切的人物都是未来佛 都是廉池海会的眷属 观一切的境界与环境 当下都是清净的极乐净土 听好 你这样念佛的话 你念一身佛号啊 胜过人念过很多很多万身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自信相应 你跟自信弥陀相应 尤其在摩赫波尔波罗蜜经讲 若有人了解摩赫波尔波罗蜜 跟自信的话 他修一日啊 等于别人修一大节 所以这样的见解不同 他念出来的佛号 功德力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背起来 这三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内心与外境的互动是很重要 你不要总是去苛责外境 批评环境 还甚至认为你环境所看到的都是对的 其实外境都是虚妄的 好 现在请看 第七十三页 请看 我讲重点 这里讲习气有分三类 习气习气 是习气是今生或多生多节的习惯 而养成的一种气质 一般来讲有三种 有一个脸友问师傅说 师傅我看懂了 可是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说明呢 很好 谢谢你的建议 第一个习气呢 每一个人都有贪嗔吃慢移的 很多的细微习气 假如你去读白法明文论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恶念 比善念多 当然我们也有善根 但是恶念很多 那第一类只有自己知道的就是你 坐下来夜蓝人静的时候 你知道贪嗔吃慢移 你自己哪一个最强 有些人呢 他知道 他贪心很重 贪财 贪色 贪明文立养 你自己很清楚 你不用骗别人 所以某一类的习气 是你自己最清楚的 第二种是 自己不知道 别人知道 举例说像什么呢 爱线 出风头 嫉妒心 有些联友跟联友之间 讲话了都会说 我告诉你 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无量 普贤行愿品 很容易 我一下就全部被毁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其实他是爱线的习性 可是他还不承认 他说你知道吗 我是最听话的 新红法师说念普贤行愿 我每天念普贤行愿品 其实那是什么 炫耀的习性 第二种 还有一种 嫉妒的习性 人与人之间就会说 哎呀哎呀 反正你就是很笨 你做不来了 我做得比你好 然后别人呢 做得比你好 说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要怎么样的话 我也怎么样 我也会做得更好 酸葡萄的心理 这不管佛教徒 跟非佛教徒都会 可是呢 当局者迷啊 旁观者轻 甚至好朋友劝你 你还跟人家辩 得理不饶人 我才没有呢 我修得很好 我哪有炫耀的习气 我是非常的虔诚 恭敬 护持三宝 我都抢第一耶 抢第一不是最爱线吗 对不对 他自己都讲出 他自己抢第一耶 可是他不承认 自己是最爱线的 就是说旁边人很清楚 可是他不承认 为什么呢 死鸭子嘴硬 我执 跟我剑很强硬 第三种是更难的 注意听 是自己也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 在业力献前的时候 才访完大悟说 哎呀糟糕 我脾气这么大 脾气再发起来的时候 我连对方都杀掉了 甚至呢 都认为呢 所以第三类呢 最细微的 也是要小心的 有时候因为你没有 绝躁性的正念正知 业力献前的时候 最容易破戒 甚至转为外道 而毁谤正法 你还认为自己 读了很多经论 结果呢 因为业力献前 又不觉察 最后变外道 因为你懂得很多佛法 所以你灭佛法更快 这要很小心 甚至呢 也有人呢 比方刚才讲 是称心的习性 也有人贪心 贪心啊 最近有一位两位联友 来跟我谈 出家的问题 他说他想出家 有姻缘没成熟 他在家又很辛苦 那我说你单身吗 他说对 今天单身 那么你昨天 有没有单身 他笑一笑 那我说你未来 明天单不单身呢 他说我不知道 好 那我就劝他 人是有烦恼的 人都有贪嗔痴的 在欲界众生里面 都会有欲望的 修行就要调伏 自己的贪嗔痴 结果他就跟我说 师父 我没问题的 这一关 男女这一关 我很有把握的 我就骂了他一顿 我说你越认为 自己没有问题 有一天你会 栽在这里 就会出大问题 为什么 狂妄 迷失了自己 知道吗 每一个人 没有出轮回之间 男女的问题 都要很谨慎 我自己也很谨慎 以前我也是兄弟 我笑我 哎呀 星红法师 杜众生 小心啊 不要被美女杜走了 对 没错 我很谨慎 我自己很谨慎 所以在戒律上 我会持得很谨慎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认为 自己没有问题 因为夜没有 发动的时候啊 你是不知道 夜像什么呢 注意听 像你海边的海浪 平常你看很宁静 真的呢 真的狂风暴雨的时候 那大海浪 是整个地球 都可以毁掉的 你的夜就像那样 所以不要太狂妄 认为说 我这没问题 就因为你认为 自己没问题 那就是大问题 为什么 你没有谨慎的心 没有正念正知 提醒自己的警惕心 有一天 你就会毁在你认为 最没问题的地方 所以不论在家 出家 都要延迟戒律 自己品德要控制 自己行为要注意 因为在欲界的众生 没有一个人 可以逃得到 财色明十岁的考验的 你如果真的这五条 都清静的话 我告诉你 你起码正出国 许多还了 也起码等出地 欢喜地菩萨了 那你应该是 腾在虚空当中 身心精进的 那这样的话 我也会对你领理 所以第三类的习气 要非常小心 好 那现在念佛 就是要转自己的念头 跟习性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返求诸己 所以众生在 无量节的习气所影响 常常都是在保护自己 而伤害他人多 请看讲义73页第八行 在白访门门里 就告诉我们 恶心所比较多 善心所比较少 比方说 我们在公司 家庭 当我们对朋友 亲人 尤其是因为利益 而强力地产生排斥感的时候 或分别心的时候 这时候修行的人 要特别特别特别地小心 反省我自己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迷失的多 而非总是归咎别人 都是他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 公司里面员工吵架的时候 老板责备你的时候 老板 我都没错 都是他错 其实你错最多 为什么 你用我职 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其实天底下讲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巴掌响叮当 怎么会单单只有 完全都是别人错 你没有错呢 所以学佛的人要真的念佛 念到心里 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佛法上讲心地法门 也就是要常常反省自己 怎么样反省自己呢 看幻灯片 要放下你自己的排斥感 放下你对敌人的称心 这个才是你真正用功修行的课题 所以甚至呢 要面对敌人的时候 你都能够修忍辱波罗蜜 而且你的佛号也能够提得起 接下来再看 其实在入调伏我们的内心 其实在入菩萨行论理 以及所有的大乘佛法当中 常常讲的就是要调伏我们的内心 调伏的内心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在《华言经》 《净行品》里面就比喻说 假如一个出家人 在古印度出去脱波的时候 因为他的福报不够 那没有人供养他 那他不要生烦恼 为什么呢 他应该想当愿众生 既然我得到空波吗 就当愿众生 身心清静 空无烦恼吗 那假如你今天很有福报 很多人看到你很欢喜 供养你很多食物 你得到满波的食物 但是也不要太贪心 也不要太炫耀 你应该发愿 满一切众生愿 满一切善法 满一切众生的大愿 就是满波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要乐观思考 不要脑筋就一条线 这么固执就这样想 不会变 这一段时间